哈囉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哥分享 嗯...算是 我都沒有公開過 跟挖友分享過我是如何 簡易 因為之前我都說簡單的方式 做幫挖做簡易 但是這個動作應該 就只有目前我會去做而已 為什麼因為 因為 我從 源頭 我就不要說是 從哪一個挖商那邊 進來的挖 因為我 都有配合 我不能說完全 因為 盡可能 能跟我合作的 我就會 都會配合 好 那我現在來講重點 就是我不管跟 哪一個源頭收藏的挖 我一定會做簡易的動作 所以 各位如果你在收到挖的時候 收藏挖 收到挖的時候 真的如果真的不小心 它有狀況 當下 當下它有狀況 你第一時間 一定要告知我 好不好 因為 在這個 坐車的過程 挖在坐車的過程 你要知道那個栽培的 運送的 那包裹幾乎都是用丟的 那不是什麼清啊 清放啊 不是 所以 我盡可能就是 會把 挖弄 讓它在 這個過程當中 減少 我不能說完全 好不好 我減少它的損傷 那好 我現在講回來 挖的部分 我都會做 最初步的簡易就是 不只是抗菌 噴我之前有介紹抗菌的之外 我還會靜養個 一兩天左右 再來就是現在 各位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 藥爪 呵呵 對啊 我都會讓我啊 泡一下 那看它游泳的狀況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情況下 我還會把它 移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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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小的 小的這個 人家說這個叫布丁盒 哇 跳出去了 我再把它撥回來 我活動力都很好 我去哪裡了 把它抓回來 OK 好 那我可能就會曬死 哇 這麼會跳 好 我動力 其實都還不錯了 好不好 對呀 那 我剛剛有提過嘛 提過說 提過說 就是上一則影片 我提過說 我們瓦境 不要同時泡澡 但是我這個是 是 藥水 所以呢 你一直一直換就好了 好不好 對呀 一直一直換 因為他們既然是 同一批 同一批的那個 院頭那邊過來的話 其實你說 他們會不會有 那個細菌感染互相 感染的機率 其實會很低 比較低 因為他 在跟你的飼養 目前的蛙 就是我 好好說我自己好了 目前我是飼養的蛙 跟你剛說進來的蛙 有可能帶的菌 我說身上他們帶的菌 有可能不同 同一批的話應該菌 都是同樣的 所以我就會再看一下 看一下 現在各位看到的 這個就是 所謂的什麼 蛋黃哥 叫元寶不行喔 南瓜 可不可以 對啊 苦瓜 欸苦瓜有這種顏色嗎 好像也沒有 對啊 OK 對啊 這個部分 我是沒有跟各位公開過 所以各位有如果收到 收藏到你的蛙 因為一般都說 也不是一般啦 因為我聽到的消息都說 喔老闆你的蛙都很健康喔 當然啦 我有用心在照顧 我不是像一般的 業者 好不好 都只是 利益為前提 各位懂我意思嗎 對啊 當然 不管啊 不管跟 跟誰收啊 都一樣 好不好 重點 重點他要有愛心啊 好不好 還有服務的精神 對不對 啊我有說過啊 有時候 蛙有狀況 蛙有狀況 我說他狀況有可能生病 或者是那個先天性的缺陷 是我們用眼睛看不到的 齁 齁 你在怎麼預防 齁 他可能 就有隱藏性的缺陷 啊等到一定的時間 什麼樣的時間 我們也不知道 齁 齁 我們也不知道 那他 他可能就 生病了 齁 或者是 突然就 脫胎了 哼 哼 唉 如果遇到這樣的話怎麼辦 對 我之前說過 也只能認了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對 對啊 人家都說 生死有命嘛 蛙也是一樣 對不對 如果說 上天給他安排的時間 就是這麼短暫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 祝福他 好不好 祝福 祝福我們的可愛的蛙 去偷胎當天使 呵 呵 呵 對不對 所以我 我用這樣的方式 都大概 一下子而已 齁 慢慢拋一下 OK 大概 禁養了一兩天左右 那各位如果有 收藏到 蛙齁 第一個就是 一定要讓牠們禁養齁 好不好 一定要讓牠們禁養 不用急著餵死了 當然如果你有餵的話是沒有 就算了 他如果有吃的話就算了 因為我說過 你不讓蛙禁養 他在 坐車這個過程 他不只是緊張跟 有壓迫感 他也會暈 我之前有說過 我們 人 坐長途的車 或者是 船 你都會暈了 都會暈眩了 怎麼可能 你還會想要禁食 啊 就算你禁食的話 你可不可以想吐 想吐的情況下 是不是會影響到你的腸位 整個精神狀態 那蛙又不能跟我們人比 牠們本來天生就是屬於那種 欸 漆底下 的生物 牠們 牠們的那個什麼 嗯 習性 我沒有講習性 牠們不適合我們用手去 接觸牠 各位懂我意思啊 你不能經常用手去接觸牠 或者是 你突然有讓牠驚嚇到 或者是震動到 或者是太大的 太大的動作 牠們都會緊張害怕 我們人這麼大 這麼大張 你覺得牠看到你 假設這樣子 牠看你 牠不會緊張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除非你要像 像 你已經養一段時間了 對不對 我假設說 可能已經成蛙了 牠已經熟悉你的聲音 跟熟悉你的飼養方式 還有環境 對不對 當然你的蛙就會覺得說 我待在這邊 我是非常安全的 對不對 我的主人 不是我主人 搞不好牠 牠想的是 牠才是主人 對不對 牠才是主人 對啊 以上 我也是簡單跟各位分享 我的 那種建議 作業的方式 好不好 因為之前這個 我也都沒公開過 我相信應該 也沒有人像我這麼 高工啊 這樣可以 沒那麼高工 沒有那麼 那麼高工 泡澡 不只是簡易 也不要說簡易 這樣子到底 效果能到多好 我覺得是有限 各位你要懂的意思 我這個不是什麼 百分之百 我可以幫牠們怎麼樣 怎麼樣 完全不是 只是預防 那甚至 也要看 蛙 他的那個狀態 游泳有沒有 反度啊 還是說不正常啊 各位懂的意思嗎 其實各位如果說到蛙的時候 也可以像我這樣說 讓牠游泳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都很正常 完之後 再把它放到飼養的環境 進兩個一天到兩天 好不好 對 以上就是這樣子 謝謝各位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是在社團上面 上面大家能夠放大件 你搜尋不到的問題 你都可以視訊給我 好不好 OK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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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